欢迎收看今天明天下在川普2.0的待望之下 包括美国股市是频频创高 而比特币也来到了8.1万美元的一个大关 现在川普其实他在当选之后受访的时候有说 包括边境跟移民的问题是他优先要处理的 如果接下来真的大规模去驱赶非法移民的话 会不会导致美国通膨再起 甚至影响到美国联准会接下来的降息步调呢 还有台积电公布的最新的营收表现 其实非常的亮眼是再度创高了 而且几乎是一天就进账了百亿之多 不过在股价今天却是预振乏力 那么最主要是因为收到了美国商务部的通知 表示从今天开始包括7奈米 以及更高阶更先进的制程的晶片 是禁止在出口到中国大陆了 不过现在传出台积电的COAS 在封装测试这一块 其实还是比较供不应求的 接下来有可能涨价两成的一个幅度 有哪些相关的供应链可以受贿呢 而另外美国现在也点名了 包括细光子已经威胁到了他们的国安 所以针对在中国大陆的这一块 现在也要来进行调查 那么在台湾的光通讯财厂 有没有机会又因此迎来转单的一个效应呢 另外中国大陆现在要刺激经济 推出了高达10兆人民币要化解地方债 不过这个救市却没有带动 包括港股跟陆股的一个表现 而且经济学人也认为说 接下来川普跟中国摊牌 已经算是迫在眉睫了 北京恐怕会陷入四低危机 所以这个高达10兆人民币的救市计划 恐怕是还不够的吗 美国总统大选之后 可以看到美股在创高 包括比特币也标出了新天价 现在也有分析师认为说 在接下来美股还会再涨两个月 要请要挺好 这明明在拜登当这个美国总统的时候 美股表现也不错 为什么大家都是不买单 没错 基本上如果我们细看 从今年以来 其实国际政治有非常多的大选 或者国会改选都在进行当中 但是各大资产价格 在各地创下历史新高的同时 并没有反映在对于选情 或者对于执政党的支持 事实上如果我们细看 标普排指数 居然在川普总统的当选底下 已经今年第50次创下历史新高了 今年到现在涨幅是25.7% 在过去一百年的历史当中 排名第十一名 虽然没有排名到前三 可是过去一百年 能够排前十一名 我认为也算是不错了吧 所以今年从年初到现在 从资产价格的行情 照来讲 拜登也不算是分数很差吧 可是他一样丢掉了政权 事实上我们根据当前 标普排指数 接近六千点的关卡 它是高到什么地步呢 首先从涨幅而言 它算是在排名前十分之一 PR90以上 第二呢 是现在没有任何一家的 投行目标价 是跟现在的点位一模一样的 我们如果是从美国华尔街投行 平均目标价现在是四千八百点 距离现在的六千点 接近有两成左右的上涨距离 这换句话说 现在的涨幅是远远超乎市场意外的 那同时间呢 比特币由于受到共和广 相关监管政策的松绑底下 现在也创下了历史新高 挑战八万块了 所以我们看到资产价格 尤其是风险资产的创高 照理来讲 市场给予整个经济政策的评价 应该是蛮不错的 要不然你的股市 股市是经济的屠窗 可是我们看到 全球各地都开始陆续丢掉了政权 我们举例来说 不只是这一次的美国总统大选 我们看到在六月份的 印度的总统大选 投了很久 因为要投这个 投很多九亿人 地表最大选举 对 印度人民榜虽然获胜 可是莫迪已经开始趋于绝对少数了 是 换句话说 他是跟其他小党来联盟起来 才能够执政 所以他好不容易做到了第三任 但老实说 也算是跛脚选举 跛脚政治 那第二个观察的重点 是属于韩国议院的选举 韩国这一次执政党 国民力量 仅仅只拿下一百零八席 反而是在野党的共同民主党 拿下了一百七十五席 所以老实说 也算是跛脚政权 那日本更是如此 日本今天我们看到是破茂总辞 那事实上 他也隐含着在众议院 自民党已经长期执政的情况底下 居然他也算是丢掉了 律法权 现在在野党 目前两百三十八席 也比执政党两百一十五席 来得高 那说明什么事情 你仔细看韩股 仔细看印度股市 过去几年 不断的吸纳中国资金 日本股市 过去两年资产价格 不算差吧 不断的创高 也是在创高 可是陆续都丢掉了政权 他一个最为直接感受的程度 就是资产价格的创高 跟选票完全不成正比 为什么 因为人民感受的是 他的购买力的放大 我们看到资产价格的创高 台湾的房贷负担率创高 你会因此而感受到 生活水准提升吗 并不会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持有资产 所以常常我们讲 这个每一次股灾 都是财富重分配 很抱歉 都是同一批人一直买 没有钱的人 他一直无法参加 这个重分配 所以我们看到 真实的情况是 美国现在 前百分之二十的 所得的这些人 所有持有的资产 不断在提升当中 反而是中位数的百分之二十 以及最后的百分之二十 占全球的总资产 不断在下滑当中 说明着这几年 你说经济表现好不好 GDP 每年年化是二点六 美国标普白指数 年化是十五percent 非常惊人的速度上涨 但很抱歉 选民的感受度不佳 所以最终造成了 明明搅出量力经济成绩 搅出量力股市成绩的 这些执政党 最后都陆续丢掉了政权 好 再请教廷号 其实川普他在当选之后 他受访的时候也说 其实边境跟移民的问题 是他优先要处理的 如果接下来川普 他执意要大规模的 去驱赶这些非法移民的话 那么接下来 会不会让美国通膨再起 甚至影响到美国 联准会接下来的一个降息步调 市场对于通膨的预期 主要围到两点 第一点是由关税战所 引起的输入性通膨 你敢克中国百分之六十 你以为所有货物 都可以绕过中国吗 一样会有中间残留到中国 你可能被迫克局以后 反映到你的终端市场 反映到美国的消费水准 那第二个担心的 是大规模的 非法移民的驱逐行动 他可能会引起 内部薪资的显著带动 因为瞬间就缺功了 那川普他的执政 你要想想看 川普为什么可以重新的 获认美国第四十七任总统 原因很简单 因为在过去两年 资产价格的创高 完全没有反映在市场 对于拜登政府的评价身上 但是通膨的创高 购买率的侵蚀是很明显的 所以川普他会这么蠢 决定要刚开始 就要刺激通膨吗 他的应该的理由不是这样子 所有的目的 他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扩大民间的购买力 我们看到在过去四年当中 美国各类商品的物价走势 不管是我们看到 气势价格 肌肉价格 蛋价 涨幅都是三成到四成起掉 如此高的涨幅 他只有两种方式 能够扩大民间的购买力 第一个扩大民间的购买力 把你的薪资调升 薪水调升了 薪水调升虽然会有通膨 可是他先确保你可以买得起 更多的东西 那要如何快速的 调升你的薪资呢 基本上你不太可能 借由劳资关系或者法律 直接来制定最低薪资 因为美国最低薪资 其实很低 大概只有七美元而已 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让劳动力市场紧急需缺 就要让大家都在缺工 那用什么样的外力干预 可以让大家缺工呢 进行大规模非法移民的驱除 现在预估在全美 共有一千一百万名非法移民 预估在未来六到十二个月 会被川普给驱逐出境 那有办法做到吗 因为其实这人数真的很多 川普时期 其实在一七年到二零年 过去四年当中 曾经驱除了三百万个非法移民 所以每年一百万 至少可以成功 你说一年要一天一百万 那一定有点难度 没有那么大的执法能力 可是陆续的进行 非法移民的驱除 它会导致什么 尤其是底层劳动力相当缺工 那最后 如果美国本地 不进行做怎么办 调涨薪资 所以第一件事情 就是借由大规模的供给减少 造成薪资上涨 那你说薪资上涨以后 那不会形成通膨问题吗 说实在的 我们过去所担忧的通膨问题 从来都不是你薪资上涨的问题 而是担忧中东战事 担忧乌恶冲突 所引起的这种原物料型的通膨 所以它第二件事情 一方面先提高你的薪资 另外一方面 要尽可能地去压低原物料价格 那要怎么压低呢 很快的 川普在上任一月二十号的第一天 很快就会签署一项行政命令 就是放松所有业岩油的相关精管措施 那我们都很清楚 这个过去四年 民主党对于业岩油商 相对来看是比较保守一点 不太愿意让他进行大规模开采 那川普做的第一件事情 是瞬间把美国的业岩油的专井 大幅超越2020年的表现 像油价就会跌 大幅下跌 那油价的下跌 原物料价格的下跌 最终会造成什么后果呢 那就是原物料价格下跌 可是你的工资提升 购买力就可以因此而增加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效果底下 大家最为人诟病的就是 那川普政府 为什么敢这么大胆的 采取这样的措施呢 因为川普一直认为 美国在全球自然资源 是非常多的 但是在过去四年 由于左派抬头 有非常多的资源开采 无法正式的实施 像是在过去一段时间 我们看到全球自然资源 价值的排行榜 第一名很明显是俄罗斯 腹地广大 大概七十五兆 美国就排名第二了 但是美国的开采 一直都非常少 所以借由大规模的开采 加上工资水准的大幅提升 基本上就能够让美国 购买力瞬间放大 那有些人说 可是关税战的阴霾 还是会存在 虽然你尝试的去压原物料 尝试的拉工资 可是关税所引起的最终转嫁 可能你还是要制食其果 事实上我们回顾 17年到20年的经验 你也感觉那一次的贸易战 其实也打得相当精彩 中国也采取了 就是川普在他上一次的任期的时候 对 可是当时好像似乎 并没有引起停滞性通膨 我们讲停滞性通膨 都是二二年 二三年 五二战事 中东问题所造成的影响 所以到底关税对于通膨 有没有影响 有 可是根据实证结果 现在预估来看 当时的影响是0.26% 所以现在问题来了 川普设定关税战的目的是什么 他要强迫你来设厂 强迫你来设厂 可以增加GDP 但是呢 设取关税战 他会引起通膨的上行 一个是利多 一个是利空 所有的政策 都是正反面都有 都是两面认 只要对于GDP的带动 能够比GDP 能够比通膨 对于经济的伤害 还要来得大 基本上 他一样是一个好的政策 所以有时候 我们讲说 政策是两面认 他的目的 当然会产生一些副作用 但只要正面作用 大于负面作用 他一样会照样实施下去 所以在种种效果底下 我们最终就可以看到了 通膨在川普的干预底下 有没有可能上升 有可能 但我们预估的是 更好的经济扩张 那最后呢 我们处理通膨的问题 通膨会被造失控呢 就算通膨比市场预期 超过一点点 我相信也不会失控 为什么 因为还有联准会 去制衡着川普呢 很多人都觉得 可是川普难道 不会稍微干预一下联准会吗 对啊 这个包尔的位置坐得稳吗 对啊 可是过去包尔已经提到了 他已经讲 我至少坐到2026年 这是法律所允许的 那事实上 这些票尾们 基本上都是在26年 才有可能会倒戒 更齐 就更换他们的任期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如果仔细观察 基本上在FOMC的委员当中 最快最快 大概是2026年 五月起满 包尔才会优先离开 再来七月 九月才会陆续离开 说明什么事情 现在我们要讲说 川普对于联准会的干预 差不多都是到26年 上半年才会形成重大影响 那这些票尾 某种程度在25年 还是会保持持续的独立性 所以你真的对于关税战 所引起的通膨过猛的话 那联准会肯定会采取一些 校正回归 什么意思 那我就延后降息了 所以川普也会顾忌 联准会的态度 我认为到目前为止 联准会其实在本轮循环 他至少还保持着 一定程度的独立性 那我们也不要对于川普 好像所采取的政治动作 好像都是以负面看待 为什么 因为这些都是他的方法 他最后的结论只有一个 引起美国的制造业回流 让你的购买力增强 2050净零碳排鼓励 来发展绿电 不过云豹能源 确实被经济部长郭志辉 点名说他炒股挺好 虽然他们是喊冤 但是郭志辉也说 他是有证明的 这个郭志辉先生 的确是非常敬佩的经济部长 也很勇敢的指出 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其实我们都很清楚 最近大家在炒绿电的话题 来自于辉塔即将来台设厂 但是需要100亿的绿电 可是我们看到 云豹能源的发言人 早在6月份受访的时候 就已经提出了 辉达早就已经接触 国内三大的太阳能场的光电厂 而且已经达成了 相关采购绿电的协议 但额度不方便说 但是直接导致的 就是在过去一段时间 个股尤其是太阳能板块 资产价格的显著波动 所以郭志辉先生 才会讲出这句话 云豹能源为了炒股票 讲了很多不该讲的话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我们都很清楚 这个台湾的绿电 未来的长期发展 是一个问题 可是在过去的推行 一直不太顺利 而且还造成了资产价格的 显著波动 从云豹能源 在过去几个月的月营收来看 单月年征服 十个月有八个月 都是年减的 就基本就是没有进账 但是我们却又看到 政府正在大力的推行绿电 而且我们也看到 企业界非常愿意购买绿电 为什么一方有需求 一方在供给侧 也在做大幅改革 但是绿电的成果 还是如此之慢 举例来说 我们根据整个二零二五年的计划 预估要达到的再生能源 占比是百分之二十 一直到今年 大概也才十一到十二百分之二 什么意思 按照目前的推估 即便到二零二八年 也就是接下来 下一任总统去选取 应该都没办法达到百分之二十 为什么会差这么多 对啊 其实政府的规划 已经非常明确了 而且相关的 不管是土地的使用 以及相关的租税优惠 都已经跟外资做谈好了 事实上我们仔细观察 难道是因为需求不正 因为没需求 事实上也并不是 如果我们根据台湾的 整体绿电凭证 包括二十二亿度 可是就目前来看 几乎都被抢光 尤其台积电一家 可能就已经占了八成九成了 所以现在的真正问题是什么 我们看到平面媒体就爆出来了 其实过去几年一直在发生 只是不知道这件事情 到底有多严重 而是很多的外商 来台设厂以后 遇到了非常多的这种 我们讲的不管是技术官僚的问题 这种我们讲的 这种外部性冲突的问题 什么意思 在经济术语上 我们有一种名词叫做寻租 寻租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不从事社会生产的情况底下 汲取社会资源 简单来讲叫收保护费 就是很多外商在台湾设厂当中 遇到了大量的难关 明明政府也等头要支持 明明民间也有绿电的相关需求 但是就是推不起来 为什么呢 我们举例来说从16年当时台湾政府大幅推行绿电开始 就遇到了非常多的贪腐案 这会形成外商和政府部门 在桥梁当中形成的沟通困难 像是16年当时文化部 文化资产局的水下客案 然后到18年彰化的大城乡案 到19年苗绿通交案 后来像是云林台西 嘉义等地都爆发相关的贪污案件 说明什么事情 由于绿电尤其是光电它需要大量土地 绿电产业某种程度就是土地开发案 而土地开发案最容易牵扯到相关 我们讲的当地的士绅 当地我们看到一些这个地主 可能拥有的利益 那就导致了很多事情爆出来 一下要开发费 一下又要什么样的费用 就造成很多的外商 明明有需求 政府也支持 居然过去八年的整体进度 是非常缓慢的 我们以他国来看 日本预估在二零三零年的规划 是再生能源在二零三零年 可以达到百分之二十二到百分之二十四 韩国是百分之四十 德国是百分之六十五 台湾最发展最慢 重点是我们预估二零二八年 应该是达不到的 为什么 因为按照就算现在的推估也达不成 为什么 因为建制厂的速度实在太慢了 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 外商正在撤职 不完了决定离开 就是因为有这些绿电蟑螂的关系吗 那政府现在是要跟他们宣战 没错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 这个赖政府已经很明显表态 会介入这件事情 事实上我们过去所看到的 在绿电上的争议 一开始是由明代的施压所导致的 就是有很多绿电的开发 明明跟政府就已经谈好了 可是明代有些不满 觉得应该要做一些补贴 这就会形成行政效率的复杂 再来我们看到机关卡案的部分 为什么 明代收了钱 我怎么不能收钱 我也要收一点点 这就变成很麻烦 最后还有黑道勒索的问题 那黑道勒索 黑道很多 每一家都要分一点 那老实说 外商相对于本地厂商 他又不是那么熟知 到底各自的利益为何 如果只是寻租 就好像当年台商到大陆 那一样是每个人发一点 到越南每个人发一点 问题是搞不清楚要给谁 形成了相对的困难 所以接下来绿电的推行 有几个方向 为什么 第一需求就是在 企业就是很需要 企业很希望你盖 卖归一点都没关心 政府也支持 但是达不成就是中间的疏通管道 中间的桥梁 必须仔细思考 第一个遭遇的困难 就是凭证购买 以及相关的绿电开发 这件事情 目前政府已经大力在做了 那凭证的购买 也有相关的绿电交易所了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就是 在绿电光电当中 最终我们看到 行政效率的部分 明明千都已经切下去了 但是两年都还盖不成 这个就是接下来政府会着手的方向